大家好,我们是大树中文文 我发现我们上了莫地的戏剧教学法之后 开始我们有演戏的底子出现了 越来越会表演 大树们本来都是戏精啊 当然只是强化了一下 不过那天跟莫地上完了戏剧教学法之后 真的很有意思 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汉语老师 如果你想要突破改变教法的话 戏剧教学法很有意思 那我们今天呢 要带来一个截然不同的主题 完全不一样 严肃的 我们今天来聊聊文化性的东西好了 因为我觉得有很多外国人在中国生活 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不是那么了解 特别是一些礼仪风俗习惯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三位大树有义务要告诉这些外国朋友 这个中国的特殊风俗跟习惯 我们今天先从这个葬礼这方面进行好了 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葬礼相关的礼仪风俗习惯 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 哪些话可以讲 哪些话不可以讲 对 有些学生经常会问我说 老师有我的那个中国朋友告诉我说 他的家人去世了 我应该怎么怎么安慰他 或者是就是要参加参加葬礼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 对 这个其实很重要 这个我觉得我们的确需要告诉很多外国朋友 我们我们就从参加葬礼开始好了 比如说参加葬礼的时候 两位大叔 有没有什么衣服颜色的限制 或者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好 服饰上应该要怎么样准备会好一点 来 辩书 辩书 完全没有经验的辩书 先从事看 在城市里的话 在城市里一般是穿黑色的啊 但是对啊 不像那个农村农村可能会穿那个白色的衣服啊 白色 哭笑哭丧的时候 对 但是在城市我觉得是黑色 然后要一般是在那个胳膊上要有一个绣标 黑色的绣标 然后有时候会这个这个胸前要别别一朵白色的花啊 但是吧 我们没有追到会 就一般来说早上要起个大早 然后去这个葬礼 然后就是看那个 大家就是可能低头缅怀一下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把那个身体就拿去火化了 火化以后很快就就放到一个骨灰盒里拿出来 然后大家就是去去一个饭店吃个早饭 家人的话 特别快 就感觉这个一辈子这个收尾感觉特别的仓促的感觉 就就没了吗 就真的是那么简单 城市里这么简单的 对 我知道的 我们家的 反正东北是这样 东北是这样 OK 灿叔你所参加过的仗礼 我们需要注意 比如说服装或哪些地方需要注意吗 其实我参加最近的仗礼 应该是我老婆他奶奶过世的时候 他奶奶都活了100岁了 也算高寿了 对对 对对对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我才来西安不久 那个时候我还是作为这个老婆的男朋友去参加 就是还不是完全的家人 但是说当时我觉得其实已经在这里生活了几年 也有必要 其实当时也见过他一面啊 看老人家挺精神的 也就去参加了一下 因为我只参加过老家的这个葬礼吗 在农村里头 所以西安这个也是第一回 我觉得还是有些区别 特别是感觉和笨叔说这个有挺大的区别 农村里的葬礼我感觉会比较隆重 对 就是就是披麻戴孝 这是肯定有的嘛 你像那种尖尖的帽子吧 对吧 披麻戴孝 白色的整个现在也是对吧 穿那个白色的衣服 然后大肩帽 带着那个麻帽麻衣之类的 对对对 而且他们好像会守灵 这个我倒不知道 因为我只是下葬那天去的 但是他们比如从那个地方家里出来之后 是用棺材 要抬着棺材出来 有棺材出来 当时是土葬 土葬 会在山上选纸选好 对 坟墓已经选好了 对 所以那个抬出来之后 在外面还有一个仪式 我记得当时还专门请了当地 就是陕西这边喜欢唱那个琴枪 专门请了唱琴枪的人 就扯开嗓子 嗓子在那吼 吼琴枪啊 就是一边走 一边唱 不是 它是仪式 它是一个仪式 仪式的一部分 仪式的一部分 就停在那块 大家先听他唱 可能会通过这个音乐来缅怀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孝子的这个表演活动 对 真的应该是表演活动 就是他的 这是加双引号的表演 对 真的是加双引号的表演 比如说我老婆的他的舅舅啊 舅妈他们 甚至就是他妈妈都会在那哭 哭天抢地 哭的不行 不行 你感觉很难感觉到很真诚的感觉 不是他还有一种感觉 他有点细腔 你知道吗 这个其实我可以对哭 对比一下我老家的 就是我当时我外公去世的时候 我在上初中 当时我妈还我阿姨他们也是这样哭的 哭的死去活来 哭天抢地 然后好像还有唱词一样 你知道吧 然后哭到这会感觉特别特别伤心 我们看的是觉得好伤心呀 但是感觉过了过了一会之后 好像这个状态就没了 对对对 但是这是一个礼仪 还是说面子的问题 让别的那个相亲知道 我会觉得是面子的问题 就是你假如这家这个老人死了之后 没有这个孝子呀 或者孝女他们的这个表演一下 大家会觉得老人一辈子过得太惨了吧 死了之后都没有人给他哭一下 对 而且这个孩子们也会想表表现出自己很爱自己的 死去的家人 对会有这种表现 而且会拼命的表现出这种状态 你看很多葬礼的时候会送很多那种纸糊的东西吗 很多人会讲究排场 就是这个把这好生前好像没有享受的东西 死后都烧给你 对对对 那城市里确实也是会 就是会带着大的花圈 对啊 带着花圈到这个这个殡仪场 然后但是哭的话会没有那么夸张 城市里反而比较矜持 就会可能会抽气啊 鼻子不停抽气啊 然后哭的话都都尽量不让大家觉得太夸张 其实我倒也不是在就是说他们都很假 我只是觉得其实 不是假 对我知道 对悲伤的过程其实已经延续很久了 他们该哭的其实已经都哭完了 该伤心的其实都已经平复过来了 这个已经走了最后一步 特别是老人家一般去世的话 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等到那个时候其实心里也准备好了 其实不是说你没法面对这个事实 所以那个状态下我感觉好像表演的成分会更多一点 会没有那我不觉得是坏事 我反而觉得城市里边这个太快了 就是感觉反而就是 你这样一说确实好快啊 就有点冷漠的感觉 可是快不是很好吗 就是赶快结束就好了 就起个大早 然后过去 然后烧烧完了 拿着骨灰盒抱回家 就就可能八点八点就已经对 就就就已经回到家了 各回各家了 感觉人生那么长 然后结尾感觉就是那么快的一个终点 就这个人 这点我又很有感触 不是我之前和你们说过我表妹的事情 当时他当天就说走了 就是当时这个已经就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 我就买机票赶紧回去 但他们已经迫不及待的去火化了 我下午赶到城市里头的时候 他们已经下站了 我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就是说可能城市里的节奏就是这样 真的就是这样 很快 你走了 你就是拿去火化了 然后就真的就下站 我爷爷也是 就在家里可能躺了一天吧 可能不到一天就就送去火化了 但我觉得就是中华文化保存的比较好的 完整的应该在台湾吧 我很好奇台湾人 我台湾复杂非常多 然后基本上我们也是分都市跟乡下的不同 那我先讲都市好了 因为都市基本上我们现在都有一个一种行业叫利益公司 应该大陆也有 利益公司在台湾非常兴盛 也就是说只要一个人生病在医院里快要死了的时候 医院跟利益公司就会有联系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一条龙的服务 就死后直接会有利益公司跟你联系 你完全不用担心 只要你跟利益公司谈好你需要的葬礼规格 基本上那就是看你要A等级 B等级 C等级 还是D等级 那你只要选择好了 他一切的从开始到结束都会帮你安排好 像我妈妈才往生嘛 我们选择的是最简单的 的方式 可能不到一万人民币就搞定了 嗯 就就可以所有的包括火化下葬 所有的都解都可以那我们采取的是花葬的形式嘛 对那这种是最最便宜的等级 那这种等级基本上没有任何仪式 也就是说遗体呃连那个我们台湾有告别式 对啊 然后就是像缅怀那种的我们台湾叫告别式 那告别式你们很长吗 还是 告别式是在都市必备的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像我妈妈是连告别式都没有 他直接就是选定好火化的时间 然后亲友就在火化的前一刻 啊然后看一下遗体缅怀一下看一下遗体之后 沾仰衣容 嗯不需要说什么说一个故事啊 完全不用不用 就是你选择的这个等级就是你希望一切很快速的 就就是赶快结束掉 然后当天看完沾仰衣容完之后 我们就直接送到火化场 火化之后就直接驱车到山上下葬的地方 花葬的地方就下葬就结束了 一个早上就结束了 那比较像还是 这是最简单的模式 班来说啦 因为我妈呃那个时候往生是 那个新冠病毒的期间 所以一切都从简 那对 那正常来讲都市的方式 基本上非常的麻烦跟复杂 首先死者要遗体要放七天 要放七天 要放七天 七天灵魂才要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要先放七天 我们在台湾的 我们说头七对吧 对头七在台湾的说法是 头七你遗体放着 然后灵魂会回来看自己的身体 跟探望家人 他才会安心的去阴间投胎 对 所以呢 基本上 我们在头七的这七天的期间 小孩子跟亲属要在家里折纸喝 每一天都有道士会来念经 应该会有 每天都有道士 不同的道士来念经 然后每天都要有不同的仪式 有的是折纸喝 有的是折什么什么什么的 不一定 所以这七天基本上都有他各自的仪式 那身体 尸体不会腐烂吗 尸体是放在殡仪馆里面 只是说在家里设置灵堂 方便亲友来祭拜 可是祭拜是不会看到遗体的 看到遗体是 七天之后 殡仪馆会告诉你一个火化跟告别式的时间 那不一定是七天哦 可能是其他的时间以后 只是说头七那一天会有比较多的仪式 念经 诵经 道士 然后那个 有的没有的 很多 道士和尚都有吗 都有 全部都有 除非你是基督教的就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基本上佛教跟道教都是这样子 七天仪式很多 那基本上 礼仪公司为什么设定这么复杂的仪式 就是因为他要赚钱 你越复杂了钱 你请道士请和尚都要钱啊 念一次经 就要好几千 好几千块人民币了嘛 对 所以这个 这个是礼仪公司想出来的 然后他穿着服会说 这是民间习俗 其实我觉得都是为了增加我们的 那个葬礼成本 所想的花招 也需要烧纸钱 烧一些那个纸房子啊 纸车啊 呃我们都有 呃烧纸钱烧纸房子 那都在头七期间要做的 然后我们现在烧的东西 也是那个名堂很多 有美金 人民币 日元 还美金 你要烧各国银行都有 然后刚刚参数说的 我们在台湾叫金铜玉驴 我们要烧金铜玉驴 就是陪着 陪着使者回去阴间 伺候了吗 是吓人吗 生前 生前你没有请佣人给老人家 你就是 人家到阴间 你要烧个随从给他们嘛 我刚才以前还烧汽车的 有那种 烧车烧洋房 在台湾你只要 我们有个专门卖这个 这种的店 你要烧什么去那边选 各式各样的 不会也有什么妻妾 什么的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倒没有 这个倒没有 对 比较物质上的东西 对对对 然后人就是金铜玉女 就随时在旁的那种 对对 以前在乡下的时代是 老一辈的人传承给年轻的一辈 他会教你怎么做 但是现在在城市就是有礼仪公司 就结婚有那个我们台湾有婚雇公司 然后这个丧礼我们有这个礼仪公司来协助你 其实我有个问题挺好奇的 我觉得我们大概就是说大家去参加葬礼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但我觉得这个几率是比较小了 真正我们中国人参加这个几率都挺小的 何况是外国人 但其实我想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更关心的就是相对于国外的葬礼 中国葬礼到底有什么样的特色 比如说我们以前老看国外的电影电视里会有 像他们是教堂是这样 而且我也看过日本的那种很就是穿全部的黑衣服很肃静 对吧 不说话 但是之前看过一个电影叫大腕还是什么 里头提到中国葬礼一个特点叫喜丧 大家说中国人过葬礼并没有那么的悲伤 好像有些还有些戏剧性的 还请客的呢 还有请客呀 大家吃饭喝酒呀 特别是感觉在农村我感觉还挺开心的 热闹的的 很热闹的感觉 这个应该是相对是中国葬礼的一个比相对于 比如说西藩或者日本的一个更有特色的东西 对这个我不晓得在你们那边 怎么样 在台湾乡下特别保留了 因为乡下的人不会找礼仪 不会找礼仪公司 他们为什么 因为乡下地方比较大 他们有场地 所以他们可以办得更盛大 通常家里外面就有一片地可以办葬礼 所以他们就会 会搭棚子呀 会搭棚子办 然后礼仪公司可能来只是搭配 他不会让他们主导 所以在这个乡下地方就像灿叔说的 这个外面搭棚子 然后自己去安排 然后办得很盛大 邻居都会来帮忙 然后呢 其实葬礼的告别式只是一部分 比如说今天是头七 然后就开始烧纸钱 折纸喝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个 那个灵堂 随时人要来都可以进去祭拜 然后呢 呃告别式办完之后 的隔一天就请客了 所有宾客都在那边 哇好像流水席一样 吃得很好吃 就是流水席的 还要办 还要请那个 那个办宴席的人 专门的办宴席的大厨来这边煮东西 所以真的外国人可能没有办法理解 你家不是死人了吗 怎么好像还吃东西这么快乐的气氛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觉得也是蛮特别的一个 一个文化 就是说 其实可能我们也觉得 人家千里迢迢的来你家去祭拜 缅怀这个死去的人 我也不能让你就这样空手而回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呃商家本身的一个礼貌 就是希望来的宾客能够吃饱 穿的暖吃的饱 然后带着缅怀的心情 然后大家坐在一起 聊聊这个 这个人过去的往事 所以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风俗习惯 因为我觉得中国人特别重视 死亡这件事情 其实我还想到有一点就是 我们会想就是 比如说像我父辈 父辈他们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肯定都有很多兄弟姐妹嘛 但是在那个年月 其实是很苦的 好像一般家里人都死过孩子 就是不会说全部都能活下来的 没错 所以他们见的死亡会比较多 我再往前倒 中国就是几千 就是一百来年这个这个历程的话 其实也挺苦的 死的人也很多 所以我是不是觉得因为这样一个历程 大家其实面对死亡其实很多 所以特别是比较艰苦的地方 所以他对死亡的一个态度 相对就没有那么的畏惧 但是像我们现在好像在城市里头 我感觉实际上提起死亡 感觉很害怕 特别是我们这一代 其实生活都比较安逸 平稳一些 其实很少面对死亡 很少直面死亡 死亡这个事情 所以反倒觉得很可怕 他们反倒会更多的 会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 就很早已经在早早的 可能就经历了很多的这种死亡的过程 对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 你在都市遇到这个 特别我们现代了 遇到死亡这个事情 其实真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容易遇到 以前我觉得可能 中国环境也比较困苦 生的小孩多 那个咬折的小孩应该也蛮多的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见怪不怪了 大部分的时候 乡下会办得比较隆重 都市会办得越来越 因为都市的人也忙啊 每天自己有好多事情要处理 这个孩子孩子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生活中的这种琐事啊 我觉得大家都是想 就是越快进行完这个葬礼越好 生活就可以继续了 感觉这个翻译也翻得很快 所以你们刚才描述这些场景 对我对我这个city boy 我都觉得没有见过很新奇的 对 其实其实我我最早这个印象最深刻的这个葬礼 就是我外公的葬礼 对我刚才想刚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就是最早是记忆 对我我那个时候是真的呃我自己都是情绪来了是真心在哭 因为我外公对我很好 我小时候外公就是买吃的啦 买脚踏车给我骑啦 对我非常好 所以我外公去世那那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发自内心在那边哭 我那时候可能才七岁八岁而已吧 年纪很小 然后他我外公是客家人 所以他那个时候的葬礼保有非常多的客家人的风俗 就像刚刚参书说的这个哭这个事情 这个叫无子哭目 这个在台湾那个时候真的有 现在没有了 现在比较少 那台湾那时候一定要哭 然后客家人的风俗是我外婆是不能出来的 女性 女性如果配偶是不能出来的 我外婆是必须待在房间里面不能出来的 然后呢 哭是很可怕 所有的媳妇排成一排 哭那个真的 哭死去 那个会 那个哭是不能间断的 间断你不笑 你是不笑 你一定要 然后呢 这个我大阿姨哭到 我大姨很会哭 哭到他根本是哭的专家 哭不间断的一直哭哭哭 然后我妈妈是第二嘛 排第二的 他要跟着哭 然后他还不习惯哭 就是又不能输给人家 所以女儿 四个女儿哭到那个声音很可怕 然后呢 媳妇 媳妇又排一排哭 就是两排在那边 女生要哭 所以客家人的习俗是 真的无子哭目是 不止你的表情要哭 眼泪要出来 鼻涕要出来 你还要爬 然后爬到那个 从那个门口 爬爬爬到棺木那边 然后在棺木上面 这样趴着 这样一直哭哭哭 要哭半小时 这个过程完了之后 你就看到那几个女人 在那边 累到动不动 没法动 哭半小时是很累的 很累很累 一直哭多难受的 然后那声音都哑了 那情绪上不来怎么办 古时候的女人 是没有选择的 她一定要有情绪 还有一点 就是你看到别人哭 你情绪就没来 其实我想问一下 两个大叔 就是比如咱们聊到葬礼 你们有没有想过 自己某一天突然没了 就那个什么 挂了 对 其实那天 其实就是做手术的时候 我最害怕的不是做手术 因为我以前看过一些新闻 有些人就是麻药打了之后 没有醒过来 这是让我最害怕的事情 我就想的 就这样就真的就走了 就比如说某一天 我们走了 对这个世界 可能也没有任何影响 只是让身边的人 感觉很痛苦而已 对吧 当时就真的莫名其妙 就可能太闲了 就是讲这些事情 谢谢 就是我们来设想一下 既然聊到葬礼的话 你们要是某一天走了 会想要以什么样的方式 来办葬礼呢 段书你要什么方式 你是不是要请一堆美女 在你的身边 跳舞 跳舞 说实话没想过 你现在想想吧 你现在想想吧 就我觉得也没人会安排 就家人吧 会安排家庭的葬礼 但是这个朋友的话 像我妈从来都不问我 你的朋友是谁啊 估计 估计我的朋友都收不到信息吧 就 有的人结婚 就是为了这最后一天 你这么说完 我感觉我今天需要 写个单子啊 那个葬礼的话 那个你让我家人通知一下 因为没有结婚的人 在外国很多是 在自己的公寓里死掉 然后那个臭味 臭味出来了 才知道他死了 是有啊 在国外非常多人这样啊 因为小孩都独立了嘛 都去外面住了 因为我爸妈都不太管我 就可能他们连我的 西班牙电话号码都没有 就都是微信联系嘛 变书我问 我问你好了 假设你现在结婚了 你希望你老婆 怎么安排你的葬礼 就还是通知一下朋友吧 但我不希望 我是一个特别 不喜欢麻烦别人的人 我不希望大家就是 要为了我要买机票 或者是 走去很远的地方 就为了看我最后一眼 你这样说我就放心 我觉得特别讨厌麻烦别人 假设不用花钱过来 不要花钱 然后就很简单 因为我觉得我不相信 就是头七啊 我不相信死了 还有灵魂这个事 轮回那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完了就是完了 不过说到这个真的是 感觉我们在这个年纪 还没有想到自己 离这个很近的事情 都觉得还挺遥远的 虽然说人终有一死 可能我们都 现在都可以不用去想 现在都可以 而且我觉得 也不是不用想而已 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是 本能性的逃避 思考这个问题 那像有的人 会立遗嘱 对不对 会留遗言 会留遗书 我觉得我们这个年纪 想起来好像都太早了 但是说实话 哪一天真的死了也 人生很难预料 也不一定 对不对 所以变书 你不需要隆重的仪式 那比如说 可能就是安排教堂追思一下 然后就 葬 教堂也我也不会安排 也不用啦 OK 但我也不要土葬 因为我不想那个虫子 慢慢吃我的 现在哪来的土葬 现在都熟了 现在没有土葬了 现在没有土葬 我也不希望身体保留太久 然后吓唬到别人 那Ben叔 你就要思考一下了 就是说 刚刚预料的状况 是有老婆的情况 你没有老婆的时候 就独生一人的时候 这个 这个我觉得 那我也更不用管了 就 谁碰到了这个 就这样了 尸体就处理一下 好了 谁碰到这个 你等一下 等一下那个 对你室友好一点 对你室友好一点 那室友要住一辈子吗 对对对 那参书你呢 你怎么想这个问题呢 其实像笨书一样 我也没有想过 不过现想的话 我真的觉得 可能一切重简吧 真的是 而且我希望 就是我希望 我比我老婆 活得久一点点 能照 能照顾她的之后 对我是这样想 希望 希望 对 希望能活得 所以说可能最后 就是我 瑶瑶想怎么处理 就怎么处理 因为那个时候 我已经 已经没了 谁还会想什么事情 对对对 不过这大一点 就是我希望自己 是正常的老死 我不希望枉死 这个点 或者是说病 生病很多年 这样子 我不希望生病很多年 我真的就是 像有些人睡过去 就没了 其实也挺好 就是年龄大了 之后睡过去 那是最幸福的 对 如果是我 我就单纯多了吗 我觉得我像我妈那样 就好了 就死了 就也不要选日子 就是火化场 哪天有空 火化一下 送去那个花葬场 葬一葬 就好了 我觉得我根本 就就像参数说了 人死了都死了 你你还还要怎么样吗 就就这样 控制不了 你也不能怎么 对啊 我觉得就是死亡 就是很简单 平常的事情 就即使我也死了 有灵魂 我也不想看家人 围着我哭的那个样子 我觉得也 也挺那个 你现在才三十几岁 你你想法会变的 会说不可 是吗 这个我们现在聊这个 或许过了二十年 想法就不一样了 对会不一样 可能变得 你是老人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希望 有人缅怀你 你会希望 这比如说 五六十年的时光里 有人记得你 然后你死亡的时候 有人在你身边 有时候我会思考 这个问题 因为我是不婚主义者 所以我有时候会想说 我以前都觉得 死了就死了 没关系 反正到时候看状况 现在就会觉得说 我希望我死的时候 会有一个人来 然后是我认识的人来 干嘛 然后帮我处理后事 就是说 我就是不希望 在公寓里烂掉 那种对 我会这样 我现在会这样 我以前就觉得随便 烂的就烂的 有什么关系 警察来了 自然会处理什么 那我现在就会觉得说 特别做了这个直播课 有很多学生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 好像也蛮重要的 对 就会觉得说 我在人 我在这个世界 好像还有那么一点点 贡献跟价值 所以我希望 对 做大叔 或者做自己频道 我们现在做大叔了 我更觉得说 自己好像有一些使命了 好像不是一个人了 我会觉得说 在互联网上留下了一些印记 对 所以你知道 我甚至 我觉得我们的 挺幸福的了 就是我们就算人 真的老死了 我们还很多东西 留存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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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所以我有时候 甚至想说 我有这么多学生 对不对 等到我真的老了 没有自理能力的时候 我是不是能够 请一个学生来台湾照顾我 这样子 然后 照料我 交代中文 对 等我 比如说我真的没有自理能力的 人可能难免会找到这一天 谁能晓得呢 那或许我需要有人推着人影 然后或者是照顾我的这个起居生活 我那时候就会想说 如果有一个学生愿意的话 那我就雇佣他来照顾我 他说那个时候你已经身家过亿了 所以肯定很多人 对或许 可能没有过亿 但是我会觉得说 这个YouTube广告费 我已经在自媒体上 做了这么多年了 或许有学生会愿意来照顾我 当然我会付钱啦 我的意思是说 他是真心的 对对对 我想要照顾这个老师 最后的人生 我真的 呃 做了直播课之后 我会 我会开始想这样的生活 我甚至觉得说 你你不需要有什么 看看护的技巧或什么 只要 到了老年 或许你真的就希望 身边有一个人陪你 对 是那有人陪陪你说说话 对 所以这个想要报名的同学啊 哈哈 有点这么早啊 太早了 太早了 我是说 就跟同学抱团养老就好 我觉得以后啦 以后我 我其实 这这一两年 我有思考这个问题 就是 我以前觉得 就算在公寓里臭死了又怎样 外国很多这种例子啊 嗯 虽然他们结婚有小孩了 小孩都未必会回来 处理他的后事呢 更何况 我不婚主义又怎么 怎么样 那时候会这样想 可是现在就会觉得说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些人会愿意照顾 照顾我的晚年 嗯 我会付钱的 但是 他是真的觉得 这个老师 呃 可能在 嗯 汉语教学上奉献了这么多年 他 他也愿意 大家报名 报名 来照顾我 真的 我 我后来这两年有这样想 然后 我也会觉得说 我也陪伴这个学生 这个学生也可以陪伴我 嗯 那种感觉 然后可能我也没有自理能力了 我会这样想 对 哎 我跟你们说 还真的有学生跟我聊这个话题 是吧 然后他愿意来 他愿意来 他愿意来台湾 啊 有 真的 我跟一个学生聊过这个话题 对 他愿意 那挺 那挺 那我 所以我 我才会针对这个问题想了 还想了几次 这样子 我觉得 对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 一个变化 对 我们这个 今天的话题 有点沉重 不过也让大家了解 中国人对葬礼的文化 跟想法是怎么样 哦 好 如果你们有更 有兴趣的议题 或者在中国遇到了什么样有趣的场合 想要更了解的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会讨论一下这些议题 哦 好 那么我们就跟同学们说再见吧 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